作曲 秀蘭、曲 瑩 金娟 秀蘭介紹一下她 她叫Abee 她很喜歡CoCo 對啊 對,她演唱Abee是男的 Coco的女生 我介紹一下Bee 她也有一些很不開心的經歷 她小時候 其實她本來是我一個朋友養的 但她因為有了BB 醫生說不適宜養狗 她不是立心遺棄她 但她也很疼愛她 所以她就找個好的主人 想收養她 我就覺得 看到她很有趣 我就拿去回家 她小時候被遺棄的經驗 到現在成長了之後 都會影響著她 我見到她有很多時候 她不是很開心 有很多因素 她可能很喜歡Coco 但Coco不喜歡她 喜歡我們那隻狗叫長金 她經常都走到Coco 但Coco又不理會她 又廢她 她好像經常都說 每個人都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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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我的屁性有點奇怪 就不太喜歡說話 也不太喜歡 我意思是說 我意思是說 她走過來和你溝通 和你主動和你玩 可以這樣說 不是很活躍 是的 有時候見到她 其他幾隻狗 都很熱情 叫牠來 牠會來 但叫阿B 牠會不理會我 原來都是因為 牠有這樣的熱情 有經驗 是的 牠有戒心 因為牠沒試過成長的時候 都受到什麼挫折 牠見到人很開心 尤其是跟著牠很開心 但牠可能有這個心態 會不會變成有些密室人叫牠 牠是不買的 原來是這樣的 是的 認識的牠會買你 都會走 很快就走開了 是的 對人的那份信心是不夠的 是的 沒錯 原來這樣也會影響 不僅是人 原來狗的經歷 也會影響牠的性格 是的 所以我絕對不贊成那些人 養狗 養狗 是 是 即使你是很疼愛牠也好 或者那個人修養的主角也好 對牠的心態也不成熟 總之對牠是完全有很多傷害 很多傷害 其實我想問你一件事 就是 我有些朋友都說 我很怕狗 你這裡周圍都是狗 那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覺得我很怕狗 那你怕的時候去哪裡 如果你說 我看到有夢的東西 都會害怕的 那我就真的沒辦法 你看到也不行 但是為什麼人家會害怕狗呢 因為牠被狗吵過 或者被狗嚇過 牠對狗 哇這件事 是完全 好像很可怕的東西 那牠就會害怕 但是你嘗試一下 來接觸一下我的幾隻金毛 牠們好像 你的朋友 那樣 走過來和你玩 很癡手 走過來搭著你 那你還會害怕狗嗎 一定不會害怕 是不是 那你就不需要害怕 因為我們都會害怕狗 因為我們都會害怕狗 如果牠真的害怕狗 我把狗狗 就把狗狗射進去 那牠們就完全看不到狗 不過我通常會問 你怕不怕狗 那牠們說不怕 我就會放牠 如果牠們怕狗 我就會找牠們 所以對牠們都沒有影響 很難得 我們應該會讓牠們去吵架 你如果真的家庭 抓狗狗 小掌 大小堆